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过三个多月的精鲜培育 猪孙终于迎来了他们破壳而出的时刻 这些原本只能在南方自然生长的猪孙 如今 在北京市顺义区的大棚内也能成功出估 咱们这个竹孙该采摘了 来 师傅您去那边俩人 然后这边人上这边 从这边开始 把人散开了 由建华 北京市顺义区龙湾屯镇集体林厂厂长 从2022年开始 他带领员工们尝试在大棚内人工种植竹孙 如今 经过两年多的心情培育 终于迎来了竹孙丰收的时刻 咱们摘出来 我简单地跟大家说一下 这竹孙怎么摘 来 大家把这干净的手捏点这个伞饼 然后把这个伞裙让开 然后您看这个啊 它这个把它处理下来 弄这个伞盖 这伞帽 然后把这个放好了 放在那个筐里头 再进行下一个 竹孙由四个部分组成 褐色顶端 叫俊帽 中间的大长腿 叫俊饼 如蕾丝的外围 叫俊裙 底部暗褐色的部位 叫俊托 这些竹孙 可是娇生惯养的小公主 采摘时 得掌握一定的技巧 俊帽和俊托 都需要用巧力 小心摘掉 留下完整的俊饼和俊裙 采摘下来的竹孙 要即刻送到十克的餐桌上 根据竹孙的不同部位 厨师会设计不同的烹饪方式 竹孙蛋是竹孙的胚胎 包开外皮 就是果冻般的果肉 一刀下去 全是粘稠的胶状物 爆炒竹孙蛋 竹孙炖鸡汤 经过厨师的烹饪 一道道竹孙菜肴 被端上餐桌 吸引不少食客 前来尝鲜 这个凉拌竹孙呢 它有一点点辣 而且还有一点点酸 今天第一次品尝到 这个新鲜的竹孙 味道特别的鲜 特别的脆 竹孙在北方的大棚里 种植成功 并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 这让尤建华 逐渐萌发了新的想法 在种植蘑菇的同时 它还是一位 集体林场的负责人 林下18000余亩的林地资源 是否可以利用起来 种植竹孙呢 咱们目前的竹孙的产量 并不高 一共一亩地产产到500斤左右 而且是仙竹孙 也分量非常轻 依靠大棚种植竹孙 面积有限 产量跟不上需求 让竹孙走出大棚 在林下安家 是否可行 现在大棚产出的竹孙 连北京的市场都满足不了 我还管着一个林场 我们林场职工 现在是360人 98%都是本地的村民 我也想让他们的收益 再提高点 看看能不能把竹孙 种到户外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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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欢迎 欢迎到我们这儿 来 采摘 来 来 来 我们这儿有很多魔法 说干就干 第二年 他根据大棚种植时 积累的经验 在林下 试中了十亩竹孙 在这片饰宴田中 有五亩地的竹孙 长势最为喜人 这是啥呀 诶 厂长 诶 您得看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这个竹孙蛋 竹孙蛋怎么变竹孙的呢 您看这个 它正在破壳出 它从每天早晨 五点多开始破壳 然后它到九点 您看现在 就长出这个小裙子似的了 所以说 现在一般的人称 雪裙仙子 这就是咱那竹孙 您看 确实挺漂亮的 过去受环境因素的制约 竹孙主要在 南方竹林地区种植 北方难得一见 林场内 只种了些寻常的农作物 如今 在北方也能采摘到新鲜竹孙 让游客倍感新奇 但游建华 有件未解决的心事 市中的实亩地中 有一半的竹孙地 出现了问题 为此 游建华请来他们的老朋友 食用菌栽培专家 魏金康 你看这块咱多碎啊 是 肯定入住松不成 这个光照太强了 太阳直射的那个菌丝 就退掉了 捧来长出来 魏金康 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的 正高级农艺师 长期从事食用菌的 引进和栽培工作 十余年来 他致力于向孤农传授 更加科学的栽培方式 帮助他们丰富 食用菌品种 就是这块不太适合是吧 对 种竹孙啊 其实人文是 我们也有条件 在林地空间也有条件 第一个是 我们的玉碧度要够 就是遮阴 遮阴效果要好 原来 由于这片林长 树木种植间距 和树冠密度 存在差异 导致有些区域的光照 过于强烈 从而抑制住了 竹孙菌丝的生长 使得有一半的竹孙 掌势欠佳 为了提高竹孙 在户外种植的存活率 为金康协助游建华 寻找了一个 更为合适的种植空间 这个空间 不仅满足竹孙 对光照的需求 还确保了种植过程中 操作的便利性 咱们这块地儿 我感觉合适 你看第一个是 咱们上面这个 遮阴度也够 另外一个是 我们这个空间的距离 我看这目测 这有四米 是 那会挫车 小车进来 运输都挺方便的 刚才咱们也看 水不是您也能接到地里头吗 对对对 我觉得这片地儿 就是合适的 在为健康的帮助下 游建华在林区 育弊度较高的林下 进行了土地平整 铺设培养料等工作 经过细心栽培 这次 猪孙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了 前后几天 由于大陆暖性高压 几控制北方大部 北方多地将会持续晴朗升温 然而夏天的到来 给猪孙带来了隐藏的危机 往年 最高气温曾连续一周 超过40摄氏度 眼下 逐渐升高的气温 导致猪孙一出孤 便出现死亡的情况 这块还是 真是有点这个问题 最近这个 刚高速这个天气 加剧了 我们看到的这个 是绿梅围剧 其实它根部在这个位置 细菌先已经上手了 在这已经繁殖了 繁殖了它这个 这个病人就没劲了 就塌了现在 因为被它已经 基本上吃得这 吃软了 高温潮湿的环境 为细菌的繁殖 提供了温床 造成了有害菌 大面积的侵蚀竹孙 这也成为户外种植竹孙 所面临的最大困境 无论是过度曝晒 还是过度潮湿 气候环境的变化 都容易引发 竹孙生长问题 面对这样的现象 该如何应对呢 就像这块地域 要停水 不浇水停水 让它这个 自然的这个水分 成降一部分 然后蒸发一部分 把整个总体的 这个湿度降下来 然后把这些病的 病菇啊 就把它全部清理掉 清除 要不然这些这个细菌真菌 会扩散我们的 其他生产区域 经过清理和控尸 竹孙慢慢萌发 在林下种植竹孙的过程中 准确测量 种植地的温度 显得尤为重要 为了确保竹孙 在适宜的环境下生长 游建华在林下 配备了智能滴灌设备 可以根据实时温度 进行自动补水 半个月后 所有竹孙都成功除雇 市众的成功 让他信心倍增 有了进一步 扩重的想法 因为咱们北京市原林局 有一红头文件 就是允许咱们养护单位 就是用于部分 这个养护资金 发展林下经济 鼓励我们发展林下经济 所以说我们才敢埋出 这坚实的一步 大力发展竹孙产业 政策的支持 给予了林厂负责人 尝试的勇气 如果扩大竹孙种植规模 不仅能通过林下种植 实现增产的目的 还可以打造采摘 盐学等活动 更好的发展林下经济 我们林厂职工 现在是360人 98%都是本地的村民 所以说对咱们本地村民的收入 还是起到良好的作用的 龙班屯这集体林厂 属于平原造林林地 占地近两万亩 其面积有史 及充足的护林人员 给游建华临下种植 带来信心 可对于扩种 游建华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高昂的种植成本 该怎么降下来呢 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游建华准备扩大竹孙的种植面积 可一算账 培养机的成本 让它有些吃不消 木屑是合400块钱一吨 稻壳是800块钱一吨 那一亩地的成本 就在8000左右 造价非常高 在种植竹孙的过程中 成本主要来源于水 人工及培育竹孙的土壤 其中土壤占比最重 竹孙不能直接种植在土壤中 而是种在一种用木屑 稻壳及玉米芯等混合的培养机里 如果想大面积扩大种植 一亩地8000元左右的培养机成本 让游建华犹豫了 咱们这个日一天基本上能 修剪多少这个树枝 我们是一亩地 一亩地 一亩地大概500到800斤 那18000多亩呢 这个量非常大 林厂每天都有被修剪 或自然掉落的枝叉 这些被称为园林废弃物 这些园林废弃物 不能随意丢弃或分毁 必须运送到专门的回收地点 进行处理 龙班屯这集体林厂 每年产生的园林废弃物 总量大约有4500吨 处理这些垃圾 需要花费大概50万元 面对如此庞大的园林垃圾处理成本 为健康有了主意 如果这些园林废弃物 利用去製培竹松 其实也能形成可观的市场效益 要真正利用起来的话 我们就成本会降低很多 如果能将园林废弃物 加工成培养料 不仅可以让种植成本减半 同时还能省下 用于处理园林废弃物 所需的几十万元费用 这岂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 但如何将这些园林垃圾 变废为宝呢 为此 维京康即刻联系了顺义区 处理园林废弃物的负责人 这是我的细粉机 这不您要细的吗 这就是特别细的了 这个还可以 是吧 这就是粉完了的 你看这个 这不也是粉完了吗 这也就是三毫米五毫米之之内 这个你看 是吧 应该达人的要求 这个颗粒度啊 粒茎啊 就很容易被那个食品里利用了 自然界中掉落下来的树叶树枝 需要半年左右才能腐烂变成肥料 而粉碎机可以大大缩短这一过程 再来两杯 到 园林废弃物加工好后加入培养料理 极大的节约了种植成本 经过高效的清理和控尸处理 在林下种植的一百余亩竹孙 都顺利出谷 每天都能采摘六千斤左右的新鲜竹孙 然而由于林厂员工 对竹孙采摘技术不够熟练 经常会让竹孙菌盖上的枝叶 沾染到竹孙上 这不仅影响了竹孙的美观 还增加了清洗难度 严重影响竹孙的销量 好不容易种植出来的竹孙 因为错误的采摘方式 造成损失 让尤建华深感痛悉 如何培训员工们 正确地采摘竹孙 成为当务之急 我们也是对工人进行了培训 正确把咱们质量最好的竹孙 采收下来 而且保存好 我们采摘着竹孙的时候 必须一只手是干净的 慢慢的 这必须要是严滑的 才能合格的 脱鞋子 摘帽子 是采摘竹孙的秘诀之一 鞋子就是竹孙根部的菌脱 这部分无法实用 需要被去除 帽子指的就是竹孙的菌盖 菌盖上的粘液 不仅有一股肥皂味 还会浸染竹孙 影响口感 在林厂负责人和员工的努力下 一百余亩竹孙 迎来了大量出菇的盛况 如今 在林夏 也能成功种植竹孙的消息 迅速传开 当地的菇农 纷纷加入林夏种植竹孙的行列 它们种植的效果如何呢 创新践行时 稍后继续 竹孙在林夏的成功种植 不仅给当地林夏经济 带来了新的活力 也吸引了众多孤农的加入 今年目前展示确实不错 北京市场也没有竹孙 完了我们用了十六亩地做实验 增加了林夏经济 效益增加了好几万 今年我们竹孙 到目前为止 已经收益了两万余元 远高于我们的林菜 迎来丰收的同时 林厂里还获取了一片欢声笑语 竹孙在北京市的成功种植 不仅为林夏经济 探索出了新的发展模式 也给菇农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在科技的助力下 百姓的餐桌更加丰盛 即便身处北方 也能品尝到原来在南方 才能吃到的新鲜竹孙 同时也推动了北方蘑菇产业的 多元化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